理論各種目標對於今年到的全國中頂學校運動會中 在中南主以及如主的團體賽金牌 心臟非常優秀 高年表示比起高年賽比較主張團體賽 因為團體賽可以來訓練他們 交通、客座的年齡 好好也特別感謝高年 無條件的訓練 讓這些年齡可以有經過渡網發展 初代上學生認真認識到目標 今年都在全國中頂學校運動會中 理論各種目標對於 在中南主、如主、團體賽金牌 表現是相當的好 學生表示雖然辛苦 但是跟隊友一起來練習是相當的開心 我從國小三年級就被我們教練拉進去 國小就開始練了 練到後面國小畢業 找我進來二輪國中木球隊 練球其實都過得很快樂 因為假日無聊都可以來練球 練木球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然後在練木球以前 我也是一個很沒有耐心的人 然後練了木球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運動跟我想像的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練木球其實要一開始會覺得有點累 但是因為自己喜歡嘛 自己的興趣 所以我就覺得練木球 就算犧牲假日我也很值得 因為跟大家一起練球很開心 這次主要的就是木球的部分 也是在全中英的比賽當中獲得了亮麗的成績 那希望我們小朋友呢 不是只有在讀書方面而已 而是在體育發展 可以達到德日體局面 各方面都可以均衡發展 教練表示 就要每個禮拜四的社團 口之外 他還會忍耐自己來教學生 是想要讓他們有所在堂好 不要在家裡打電動 申手機 他也表示 他比較注重團體制 是因為他想要訓練學生的合作能力 每個禮拜的星期四的社團活動 兩節課 星期六星期日 整天的幫小朋友做訓練 利用這個禮拜天練球的原因是 因為現在的學生的家庭 大部分都是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住民 所以我只是希望把這個禮拜天 奉獻這些小朋友 把他們摳在一起 在家裡玩手機打電動 我主要都是在打團體戰 團體戰 我的目的是要培養團隊的合作 如何互相去幫助 如何互相去鼓勵 學校也特別感謝教練的付出 若是義務來困難學生 還要去提供他們運動和飲料 讓這些學生因為運動得到心中感 蘇教練他是免費 義務 每個假日去練習學生 假日免費供應他們的 就是便當飲料 都無怨無悔好幾年 我覺得是對需要很大的注意 所以這些孩子又因為在運動上面 找到成就感 所以他們就相信你有更強 所以我非常感謝蘇教練 雖然研究很辛苦 但是這些學生一項完蛋都沒有 這就是笑得很快樂 相信他們未來會得到更好的心 為自己好好來進攻 記者 下一次蔡芳報道